网络博弈 中国网络自由观察第一站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锁定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又到了网络博弈的节目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小安 欢迎您收听我们15分钟的网络博弈节目 网络博弈节目关注中国网络自由 以前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介绍过许多中国的新闻网站 和社交媒体删帖封门禁言商号的事情 今天的15分钟的节目时间里 我们来关注的这个网站有点特殊 它是中国法院系统的司法文书公开平台 这家网站的名字叫中国判决文书网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家网站呢 据美国社媒推特账号 中国文字域盘点的运营者王先生观察 中国判决文书网公布的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例 在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之后 这些案例的裁判书往往在这个中国司法信息公开平台上消失 那么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 中国判决文书网汇集民事文书刑事文书行政案文书赔偿文书等各类司法文件超过1.2亿 这个网站平均每天上传的新案例文书呢达7万之多 每天网站的点击量都超过千万 那么具体美国社媒推特账号 中国文字域盘点的运营者王先生 注意到的中国这些裁判书被删除的案件有哪些特点 今天的节目就请听我对这位中国网络自由观察人士的专访 王先生您好 您好 中国判决文书网啊 这个网站啊我也上去看了一下 它的功能很多有搜索功能有文书的下载功能有文书的收藏功能 您一般是怎么样用这个网站呢 最开始了解到这个网站的时候 我是就是看一下截图然后发个推克 然后把它在信息登记到我的那个投票里面 大概过了两三次或者三五次 我发现那个文书有点敏感的话 它可能事后注意到它可能会删掉 所以说我就把我的在发表之前 我先自己下载下来做一个备份 然后删到网盘 所以说在那时候呢 它之后下载的文书就已经不一定向我这边再传出去了 它这个网站上有中国就是四级法院的这些案例 你使用这家网站多少年了呢 不多 也只有一年左右吧 因为我其实开局课的时间也才一年多 对 王先生 我们知道你大概一年前开始就是你所观察到的 搜索到的在中国这个特别是从中国官方网站媒体上来源 收集到的你认为是中国的这些文字欲案件 因言获罪的影响言论自由的这些案件 截止今年四月为止你也收集了大概两千多个案例 其中有一些案例的法律方面的依据就是来自中国判决文书网是吧 对的对的 那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家网站是在公布一些案件的法律文书之后呢 又删除的呢 我在推出上就是发过一篇中国财卖文书网删文记录网 就是大概是2020年2月3月4月的样子 我就发现他们删除事后删除文书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 您可以举一下比较详细的例子吗 在2020年1月份我发表了一个就是武汉的一个网民赵王强 然后他在推特上骂党被派行的那个案子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用中国财卖文书网来发现案例 然后我就发了之后 我记得后来移民自由的就给他一个报道了 也有其他一些网站跟进报道 然后一跟进报道呢 很多网民看到了他就会到这个网站上去查看原文 然后那个时候他网站方面他就可以看到 这篇文书为什么突然放文量这么大 然后他就重新审查一下发现有点性感 就被删除了 王先生你发现的这个案例啊 武汉网民王强因为在美国的推特网上发推特 骂共产党他被判刑 那他具体被判多长时间呢 一年三个月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他的罪名呢 那其他你还发现有些什么案例呢 比如说还是去年一月份 山西一名信里的一名网友 也是在推特骂党和骂秘区被判刑 然后也是那个判决书 随后也就被删除下架了 后来也是一月份 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案例 是一个在美国民地苏大大学留学的女生 我担心他是在美国的时候推特骂党 回国之后被判刑 那个案件的影响比较大 就是很多美国的一些迁迹都报道了 比如时代周刊 甚至有两名美国参议员 都专门对此案件发展的收集 所以说那个案件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也没过多久 那个判决书也会下架了 觉得他这个下架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明显就是 像我们能在中国大阪大学 看到很多敏感的案例 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不小心泄露出来的 就是说他们在审核的过程中 没有发生这个肯定感 因为其实他们这个判决书的量子也很大 他们审核的时候 就难免都会疏忽 而且这个案子 在我们看来这个案子很普通寻常 这个案子真的普通寻常 就会有很多网友 他会跑到中国台湾文书网 他去查原文 他一查原文 他那个访问量突然一下就变得很大了 就比如我说的 那个美国留学生罗代金那个案件 我当时我发现那个判决书的时候 他公布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他的访问量只有两位数 然后我发表了三天之后 他那个访问量突然就已经上万了 这就说明那个官方就说 网站的管理人员 他实际上能一直到 这篇判决书流量立场 他就会来再审查一点 你所说的你发表了就是说 你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发现了这样的案例之后呢 比如说这个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罗代青他的这个案例 你把他发表了就是说 你在美国推特网上 把这个案例披露出来了 然后引起媒体的注意了 你的分析啊 就是说他会造成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关于这个案例的信息的点击量增大 具体这个罗代青他这个案例 他是在留学期间 你说他骂中国共产党 什么这个平台上骂的呢 那他判了多长时间呢 判了半年 他在2019年就被抓了 那你为什么认为他们这些案子 是文字语案例是值得关注的呢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专题节目网络博弈 小安主持 请继续收听 王先生总结了一些 中国判决文书网上被下架案例啊 就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些案例以外 还有就是辽宁抚顺网民李浩 在推特上骂共产党被判刑 你在美国推特网上 公布了这个案子之后呢 他的判决书呢 也在这个中国判决文书网上被下架 除了这些在推特上发表和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见的 那在中国的这个社媒上发表不同意见的 有这样的一些案例 有其实更多了 其实因为中国人已经大多很多使用中国的互联网 那总共你发现有大概有多少个案例 在引起你的注意以后 你认为他们是文字语 然后呢 你在美国推特上公布在世界舆论面前 然后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就把他们的这个案例的信息删除了呢 其实这些数据的话我是没有统计的 大概就是有三分之一到一半 国发过的案例到时候还就差不多 你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呢 披露了一个河南州口市浮沟县的一个叫天歌的网民 他因为在美国的油管网上 美国推特网上 也是发表一些跟中国官方不同的意见吧 在今年三月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 判刑一年零两个月这个事情 这个之后我们的网络不一节目也报道了 但是后来呢 你发现这个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就把他这个案例的判决书删除了是吧 对 中国判决文书网呢 他一般是在一个裁判的文书生效七天之后呢 各地的法院呢 会把生效的裁判文书呢 上传到中国判决文书网上公布 他说是他是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公开网站 最高法院也有一个信息公开的规定 他说呢 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之外呢 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 将全部在中国判决文书网上公布 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案例呢 是根据他们的法律呢 是可以不公布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案例 是不是属于这样的案例呢 中国判决文书网有权不公布呢 这个很明显是不公布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反击国家 那你无法就是把他们自己的行为完全靠近 他们自己说的话这样 所以那些案子的本质 其实就是有人在网上说了一些什么 然后呢 那些案子大致都是这样的内容 然后呢 你说这样的案子内容 其实本身上就是一个政治国家而已 它并不是认识所谓的国家秘密 所以说这不能能构成他所谓的 案例子公布的经济 如果说他真的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了 他就是作为兴趣 王先生 美国英文的洛杉矶时报呢 报道了你注意到的这种 中国判决文书网 删除许多法律案件裁判文书的这个情况 而且他们的记者呢 联系了中国十多十二家法院啊 然后呢 向他们询问这个情况 多数的法院没有回答 但是呢 有两家的法院呢 回答了说这些案件呢 确实是真实的 但是由于工作经历原因下架了 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这样的问题 中国官方的这个回应 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典型的作品 因为也从美人上来说 本来就应该走开 但是你看这些案件的都是 根本就不涉及什么国家基地 又不涉及到世人的因素 更不可能在什么危害社会问题 他就给他下架了 其实就是他就是 想把自己的丑制给盖了 你的这些发现呢 就说明过去中国的新闻那些网站呢 有敏感词啊 敏感事件呢 敏感新闻事件 那现在就是说 在他这个中国判决文书网上 有这些敏感的文书 敏感的案例 也属于他网络审查 网络删除的内容 对的 其实他们以前的话 我相信他们在最初 发布那些文书的时候 肯定是以后一个审核的吧 然后后来 不小心泄露出来的那些文书 就是审核的时候 输入了嘛 后来我发现 他们下架的这些文书 也不是准确的依据说 你这个案例是否 他就往往前 按照关键词来下架 就比如含有推特关键词的 虚信资词案有的 一律全部下架 凡是虚信资词案有下架的 含有言论 含有什么虚假信息 或者一些特定的表达的 按照关键词来下架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就是他是按照关键词来下架的 而不是按照那个具体案例的 敏感性来下架的 因为其实他们一同下架的 还有很多民族 其实根本就不敏感 就比如说虚信资词 虚信资词 它世界上也有 包括很多什么 大家斗过 一点都不敏感 会公开的 但是反是 只要你再有什么 微博或者推特 这种关键词 它就立刻下架 最近有一次 打批的 新的下架的行为是吧 5月一次 然后6月一次 就是5月的时候 当时我是在那个上面搜 我搜推特 在前一两天 我搜推特的形式案件 可以出现90条结果 我一直记得这个结果数目 是因为我每天在搜 我看到如果有数目 有变化的话 我就知道有新案件了 偶尔 它那个数目搜索出来的 结果数量会变少 变少的话 那就意味着 它们可能又敏感案件上 删掉了最数量变少 但是那一天 就是5月去几多场 我看到我一搜推特 结果只有55条 这个一下就少了 接近一半 我就觉得这个就很板长 我仔细看了一下 那个剩下的55条结果 其实全部都是 在推特发送的一个 就是淫灰色情信息被判清的 没有任何一个寻衅之事的 这就说明这是一次 批量下架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又再试了一下一些 平时我常用的一些观念词 发现是 反正我常用的观念词 都已经说不出了任何一个结果 那6月份这次 就最近的这次 中国判决文书网上面的 你注意到的 下架的案例 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月17号吧 我再次搜行政 同类的那些敏感案件的时候 就是发现 带有言论关键词的行政 和公安办的行政案件 就已经是 结果一下全都变为了 那你觉得中国判决文书网 它最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怎么样呢 最理想的 它当然就是 它把那些所有的 都公开出来 除非真正涉及到 当事人员 或者说是泄露国家的机密的 其他的正常呢 我觉得它当然应该公开 你公开你的那个 司法时间其实是 你把系统有自信的 这么一个证明 证明我深圳不怕以外 我这么判了 我不怕比外人看 因为我觉得我判的有利 但是他不敢 这就是一个废论 这个废论的根源就来自于 他的那个司法 根本就不公正 他存在大量的那个政治迫害 听众朋友 感谢美国推特账号 中国文字域盘点的运营者 王先生和大家分享 他对中国那些阴言 获罪案例的关注 和他对中国判决文书网的观察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网络不易节目 并在网上转发 我们的节目链接 我的推特和脸书账号 都是小安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forward吃 感谢观看